恭喜你终于成为了优秀员工 我们再次恭喜小唐获得了咱们公司的年度优秀员工的荣誉称号 谢谢大家 谢谢老板 接下来我还要表彰一个人 这个小唐能成为如今这么优秀 专业过硬 任劳任怨 符合公司需求的员工 离不开这个人的教育和引导 我们欢迎小唐上学时的老师 哎呀怎么把我老师请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唐的老师 小唐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 我当时就觉得他以后肯定能成为某个公司里面非常优秀的员工 今天一看果然 谢谢老师 当时我就和他说 你来上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好好学习 以后求职的时候 公司才会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零件 才会招你 你才能赚钱养活自己 对这好是原话 我就一个心思想让小唐好 为了小唐以后能赚钱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课 什么数学语文英语等等 就是没开教小唐怎么赚钱的课 确实没这个课 因为教他怎么赚钱的 对他以后赚钱养活自己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我们帮他排除掉了这个学科 谢谢老师 我坚决不教他如何发现商机 如何利用市场 如何运营资产 我甚至连如何对抗通账我都不教他 以免他把心思都用在这些掰地方 不能成为一个好零件 谢谢你 另外我也没告诉他 就算你再努力的作为一个零件去赚钱 也远远赶不上少数人什么都不干 资本自动给他们赚的钱 只要他什么都不懂 就能沉下心来 一门心思的往成为一个好零件的目标 努力 除此之外 我还教了小唐很多优秀的品质 比如遇到问题 要先想自己有没有错误 比如乐于付出 做事不计较回报 再比如学为吃苦 当然让他学的不是那种 为自己争取利益过程中的苦 而是吃受人压榨 被人欺负的苦 这些呀 都是小唐成为一个合格零件的必备品质 今天是属于小唐的大日子 作为一个零件 他的努力工作 除了给老板带来财富之外 更重要的是 给他自己带来了荣誉 祝贺你小唐 老师说的很好 我也代表公司 对老师能教育出小唐这么优秀的人工 进行表彰 同时也感谢老师啊 不断的为公司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以偿为合格零件为目标的员工 谢谢老师 这个小唐能这么优秀啊 除了老师的教育之外 还离不开接下来这个人的推动与鼓励 接下来有请小唐的妈妈 从他小时候我就鼓励他 我说咱家经济条件不好 砸锅卖铁供你上学 你可得学会感恩呢 长大之后就当个好员工 咱们就本本分分的赚钱回报家里 家里的人都指望着你们 在公司好好干 别惹事 不跟那些有钱的学 不跟他们